Leo聊世紀,天天用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 西班牙人對上斯拉夫人 這一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布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身點位 大約10點鐘方向的Viper 選擇到了西班牙人 那西班牙人的特色呢 是兵工廠的科技 都不需要黃金 可以省下大量的黃金 但是他的工兵不能升級 所以沒有這種封建時代轉儒兵騎士的打法 這一點是不用去提防的 那他的優點呢 是可以打每一個科技 都可以獲得20塊黃金 所以前期呢 他可以不去挖黃金 就可以打出三棒棒開局的策略 那西班牙人的打法 比較偏向於騎兵路線 這個肉馬跟遊俠是主力 大概就是他的西班牙征服者 在城堡時代非常好用 利用時代的火槍跟火炮 攻擊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後期遇到駱駝文明 也可以轉出大槍兵 問題不大 後期還可以再考慮轉生率 整體來說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但缺點呢 就是沒有工程工程師 工程方面 傷害會稍微差了一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哈爾特選擇的文明 是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農田的運動速度 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斯拉夫人除此之外 他的工程器單位造價也是比較便宜的 所以他很適合走步兵加工程器的路線 但他走騎兵路線 其實也不是問題 而且他還有大落馬的升級 後期可以轉貴族 貴族鐵騎 或者是凍裝騎士 都是可以考慮的 但後期呢 還是要靠步兵跟工程器作為主力會更好 還有這個大落馬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的方面 目前看起來哈爾特地圖 這一把很差很差 黃金又是靠VIPER 我怎麼說又呢 這就奇怪了 那VIPER的黃金 一個也是靠HART 但是另一個偏外側 重點是這兩邊的地圖 中間完全沒有任何的木區 這一把就特別了 這看起來就是 感覺隨時都會炸裂的 那種情況 兩邊的路都在中間的位置 好那果子的區域呢 VIPER也是在後面 而且要小圍的話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甚至也可以圍死 那HART這邊 則是要圍的話很困難 小圍的話還是要多花點心力 但是後面圍起來的話 就有大片的田 可以去灑了 那不管怎麼說呢 這一把的重點 還是圍繞在這個 中間的空礦區域 這裡有太多的礦產了 只要隨便插幾個城堡 就可以把對方給控死了 好 VIPER這邊點下了織布技術 沒有偷織布 好 點下了 封箭時代 封箭時代 封箭時代點的也算是蠻早的 好 HART這邊也是 兩邊都是差不多時間 正常的18匹 好 那看一下木頭的部分 木頭這邊是來到了雙拔木9人 那吃養的村民 大概是五個人 大概是五個人 五個人 這裡拉了一隻村民 過來蓋一下軍營 VIPER這邊應該是 繼續走肉馬會比較適合 那當然也是有看過西班 一上風箭打工兵的情況 但是 往往沒有辦法打出優勢來 所以還是走肉馬 配戰毛兵 可能會更適合一點 好 VIPER這邊是肉馬開局 讓佳麗給圍死 上面的部分可以圍得很快 好 VIPER決定要大圍起來了 這裡也要把它圍出去一點 稍微圍出去一點 讓這個石頭絮不會被受到騷擾 這裡上了高地 回頭打一下 再逼退走 HART這邊的肉馬被逼走 但是他也是肉馬開局 好 兩邊都是肉馬開局 這邊 VIPER的肉馬先倒第一隻 但是這裡又有血量上的優勢 槍兵過來 好 逼退了HART HART這邊想要過來為死 搞定了 OK 這邊已經過不來了 VIPER的地圖前期算是很好的 跟HART比起來的話 雖然兩邊的金都會遺留在外面 但是前期能為死 有主金的話就夠了 但HART這邊的問題是 主金也很難守 甚至這個木頭 這個房子還要再圍出來一點 才可以守住主金 前面的部分的話 要圍的話也只能這樣圍過來 沒有辦法圍得很好 槍兵趕快按一下 VIPER的肉馬已經來了 抓掉一村有機會嗎 殘血的拉到裡面 就是用村民結果殘血的孩子被抓掉 但是VIPER的損失了兩隻肉馬 但是三隻肉馬化兩村 我覺得不虧 還可以接受 而且前面還戳掉兩批馬 哇那這樣是完全不虧的交換 VIPER用了三隻肉馬 打出了很好的戰火 那這裡就有可能轉個毛兵 開始防守 然後來直接升城堡石帶了 這邊就有兩隻村民在挖石頭 待會還是有可能要打西班牙征服者 好 毛兵趕快按 把木牆的部分圍死 準備來升城堡石帶了 好 MIPER這邊還點下一個輪走 待會 種田速度就會變快 經濟也會更好 解決掉這隻槍兵 欸剛剛怎麼走進來 那槍兵 是穿牆進去了嗎 OK 兵工場補不下 那現在 木屑的部分要小心 可能會挖穿 MIPER趕快補一下木頭 OK 木牆再補一下 好 這裡再有毛兵擋一下 對方的工兵 聰明再稍微拉回來 過來補下這個馬舟的血量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稍微補一下 好 點掉後面的工兵 只要工兵能克制住 聰明就能一直休息來 拖時間 VIPER這邊是盡量趕快存資源 升城堡石帶 有一擊射 其實射的還算蠻遠的 卡扯這邊看到猛攻 沒有辦法拿下對手 現在也要考慮升城堡石帶了 城堡石帶要趕快上 加力稍微微一下 好 兩邊都升城堡石帶 還會點一下一擊 挖金跟挖石 那待會二級農田 可能一上封建城堡石帶 可能還是要補一下 跟第二片的輪田 已經快要出來了 如果VIPER 如果這邊是要打西班的征服者 其實農田也要特別注意 但是這裡肉其實不太夠 VIPER沒有繼續灑農田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會比較尷尬的是 待會木頭效果可能會很大 但是我覺得這也算是OK的 VIPER這邊則是可以考慮補下城堡之後 再開下雙TC 2C針的策略 這也是比較常見的阿拉伯打法 好 直接城堡不在你的臉上 那這邊只會補一個二級伐木了 因為如果你田沒有繼續灑的話 基本上是點不起二級農田的 甚至連二級伐木都很難點 好 結果VIPER還是硬點了二級農田二級伐木 OK 好 這邊VIPER的細節還是做得很好 沒想到他這邊還是硬點下去了 我想說他要硬點的話 還要慘騎士 這樣如果可能會不太夠 結果VIPER中就是VIPER 好 那打了一個是非常標準的雙TC 城堡西班征服者的策略 打法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對手斯拉夫人 現在兵力組成非常的複雜 有騎士也有肉馬也有工兵也有毛兵 你想得到的他都有 只差的沒有出槍兵跟步兵出來 還有這個森旅 還有工程器 哈哈 那VIPER這邊呢 你看他點了惡農惡木的問題來了 你要維持雙TC的肉量 又要按西班征服者 你還要點耕種技術跟品種 基本上是會爆炸的 所以我才說為什麼 他是硬點這個科技的 如果他不點惡農的話 或是這個其他科技的話 可能西班征服者就不太會斷 所以有時候在玩世紀帝國的時候 升級科技也要思考一下 會不會因為我點了這個科技 而去斷到自己的兵 那VIPER應該是有知道 如果我這樣打的話 應該是會斷兵的 那他可能覺得 對方的壓力現在 不是給的很大 結果兩隻生旅送光 三隻騎士給壓力 好給到很大的壓力 西班征服者拉回來 殘血的騎士拉走 VIPER的細節又再次處理得很好 讓血都的騎士出去輸出 殘血的騎士再度跑掉 這邊一個高打滴 騎士收掉殘血的騎士 右邊的洞沒有補起來 騎士可以繼續支援 但是殺富人 只是想用這一坨兵力去拖延 VIPER的防守 因為他自己已經開下了3TC 開農了 好 VIPER這邊打得非常非常漂亮 但是 如果是一般了的話 應該剛剛那幾波 已經被HART給秒殺了 現在西班征服的現在數量 還要再繼續穩定起來 VIPER現在正式補下了3TC 這樣經濟就不會太落後 好控兵控得好 好 生旅 收村 點掉 照翔 騎士過來 看到犧牲 戰毛兵過來想要偷點 但是沒點到 好 第二波殺富人 按了一些毛兵跟生旅 好 照翔到這隻騎士了 哇 現在殘血的騎士 全部血量再拉起來 又可以再打第二輪 好 這就是保存騎士的重點 好 後面補了兩個馬就 VIPER點下了輕騎兵的升級 VIPER這一把 西班牙打的算是很保守的 玩法了 好 後面田繼續灑 灑到35片田 畢竟馬卡也點下了 現在斯拉夫人馬卡也點了 點下了一攻 接下來 要衝了 這波衝出去 生旅招翔 後面的兩隻 三隻騎士 應招 戰毛兵往前點 點掉兩隻生旅 第三隻生旅也要倒下 但是 在倒下之前 沒來得及 招翔到後面的騎士 這一波是由 HART拿下了優勢 最後保留掉了一隻 生旅 我們對於 MIPER來說 這是比較難受一點的 勢必要再按一些輕騎兵 先把生旅搞定了 還能比較好處理 自己再繼續用生旅影響 對手 因為如果你不轉 輕騎兵去轉 打生旅的話 你後面的西班牙征服者 也很容易被招翔掉 這邊重點就是要繼續出肉馬 還有轉出西班牙征服者 還有生旅 這三個東西 是他現在核心的目標 殘不殘騎士 現在是很無所謂的 但重點是西班牙征服者的數量 至少要來到10隻 甚至15隻左右 才可以足夠一發一隻騎士 好 這裡MIPER的招翔 應該招到了 但是 斯拉夫人 直接自滴騎士 後面又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好 然後給到更多的壓力 這裡直接錢壓寶 MIPER這一波要壓寶 可能會來不及 自己的村民 還沒有650石頭 雖然可以有買的 但是正面的騎士 數量太多 不能跟他對寶 跟他對寶 一打起來 MIPER就要投降了 所以MIPER這邊只能盡量的用兵力 去阻止跟騷擾 好 MIPER過來對寶 這樣子的話 村民就不會被卡到 但是HART這邊的細節 把戰鬥兵拉到你蓋寶的位置 完蛋了 MIPER果然鷹蓋寶要出事了嗎 村民直接被騎士制裁 本來想把那個洞堵起來 村民就不會被騎士砍 結果MIPER的兵力太少 想要對寶 結果真的對到出事了 這一波MIPER直接炸裂 村民倒了一堆 兵力也全倒 但是MIPER在後面 居然有西班牙的征服者 在偷偷後面做事啊 哇 哇 這一波MIPER有點傷 有點傷 果然不能張對喔 張硬對寶的話 不太能夠建立起自己的優勢喔 反而會被反殺喔 好 MIPER這邊 左邊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戰毛兵往前點 這邊兩下 這裡村民小心 血量有點慘 好 右邊的工程師製造所 補了一個衝車 哈特在左邊也補了一個城堡 你補城堡 我也補城堡 那接下來 帶回帝皇時代 就會變成巨頭大戰了 那現在MIPER在後面的三隻西陣喔 還在努力發力 但是最後還是被騎士搞定了 最後村民術是MIPER領先 112村 對上101村 VIPER轉出了三個工程器製造所 要轉衝車一波流 哈特則是想要升到地獄時代 用巨頭跟你對保 但是VIPER表示 我不這麼認為 我想要在城堡時代 直接把你頂爆 把你頂爆 那VIPER能不能如他所願呢 二級馬海現在才補下 這毛兵躲到了城堡裡面 沒有打算放出來 騎士找個機會 想要把後面的衝車給拿下 OK把城市放進去 再說出來拿下第一台衝車 第二台衝車也快要倒地 目前VIPER趕快拉了一堆騎士過來反手 這邊騎士的傷害 那VIPER的西方征服者加上騎士 大量的輸出打掉了大量的騎士 將騎士已經沒有辦法再阻止衝車 開始往前 VIPER後面的衝車也沒有斷 但是地獄時代哈特還是決意的 想要去升級上去 畢竟現在取消升級地獄時代 已經為死已晚 VIPER只能用更多的騎士跟衝車 繼續頂爆斯拉夫人這邊的城堡 好那這邊騎士已經完全掌握住了主動權 現在西方征服者被城堡射到只剩下五隻了 衝車最後能夠拿下城堡 好換成右邊的 那VIPER在這個時間點裡 就可以考慮去開始升帝王時代 但是這是有風險的 不過這時候你斷兵的話 你後續的這些衝車攻勢 可能會很難延續下去 所以這邊最好還是不要斷 當然VIPER這邊是選擇了輕騎兵的策略 可能是想要去嘗試擋住斯拉夫人這邊的僧侶 好那現在哈特直接把犀增擋在了前面 待會騎士出來還是可以打一下衝車輸出 好到了地獄斯拉斯拉夫人城堡 沒有按巨頭 也沒有按圍牆技術 直接被守持了一台VIPER在左邊的區域 雖然有西班牙征服者在輸出 但是打掉這五隻騎士還是有點困難 VIPER決定把手術留在其他的地方 沒有把所有的手術放在城堡這個位置 好但是已經點下了禁射孔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射掉這裡的西班牙征服者 那這樣的話 VIPER就要趕快用騎士去防守跟操作了 好這一波西班牙人VIPER果然點下地獄時代 困了一下資源 但是衝車後面兩台有點閃閃來遲 直接蓋寶蓋在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VIPER拚了面也要把這個附金給搶回來 只要附金被控住 基本上就是在慢性自殺 哈特也知道這一點 完蛋了 這個城堡好像還是被繼續攻城 VIPER這一波帶來城堡的射程裡面 承受到了非常多的傷害 這個城堡已經擊殺了25個單位 斯拉夫人也隨之點下了重裝騎士 目前這一波看起來VIPER還是沒有落後 反而是已經順利守護治療祖精 反觀是哈特這邊就尷尬了 你的附金該怎麼守呢 現在轉出大量槍兵去防守 把家裡給圍死 家裡這裡有個洞還沒有圍死 帝王時代已經剩下一分鐘的時間了 目前對於VIPER來說並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VIPER這邊帝王時代還可以再轉出火炮火槍出來 那遇到大量槍兵的情況下火槍可能還是比較適合 那如果你已經走了西班牙征服者的路線的話 可能就繼續沿用下去了 我才需要轉出布火槍 如果轉布火槍的話也是稍微出了幾隻擋一下就行了 好VIPER把後面的洞口給堵住 不想讓這裡的兩隻騎士溜進去 好這一波看起來VIPER已經擋住了斯拉夫人的攻勢 但左邊的騎士又溜了進來 好VIPER的帝王時代點一下 你的護衛技術 二級射 護衛技術是想要打什麼? 劍兵勇士嗎? 雖然他也有大槍兵也是正常的 但是打劍勇的話 斯拉夫人是有王家四重的 護兵傷害的優勢在 所以我覺得不好說不好說 這一個打法 用重裝長槍兵跟對方對戳 戳個騎士還行 防守一下還行 好先來斯拉夫人 也叫了大衝車 想用衝車 反擊回去 而不是用巨型投石機 世紀帝國這幾次的改版真的是越改越好 終於可以比較常看到衝車 作為工程武器的手段 再也不是只有巨型投石機 你丟我丟你 衝車反而是可以考慮在這個 實際的戰術裡面 作為一個很好的反制手段 好 哈爾在這邊點下了大槍兵升級 牌魄則是點下了霸權 增加村民的血量跟攻擊力 好 牌魄化學也點了 好 那接下來西班牙征服者 控制就會顯得很重要 那西班牙征服者大約來到二三十隻的時候 數量就可以稍微停了 然後可以考慮去轉出一些遊俠 或者是更多的戰毛兵防守 或者是槍兵衝車 一波帶走對手 遇到這個情況 可能槍兵配衝車 還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那麥魄現在經濟其實很糟 黃金並沒有太多 這裡要先穩定開採之後 才有可能打得贏 結果是斯拉夫人 哈爾特不等大衝車的升級 直接硬頂 雙甲衝車 直接衝到城堡上 裡面的乘客放出來 結果這個衝車剛剛沒有繼續輸出 大概少了一千多點的傷害值 那現在衝車慢慢的鐵被解掉 後面的西班牙征服者努力再輸出 那西班牙征服者打衝車傷害其實也是蠻高的 所以這邊哈爾特一定要用自己的兵 去阻止西班牙征服者對自己的衝車開槍 這樣就沒有辦法完成工程 但是哈爾特這一波有點操之過急了 衝車直接對著衝車大爆開槍 直接拆掉了所有的衝車 哈爾特這一波的攻勢已經被化血 Mipe這邊按出了更多的槍兵還有騎士 西班牙征服者的數量來到了18隻 那目前來到20隻左右果然是沒有繼續慘了 因為為什麼到這個數量就不慘的原因 是因為西班牙征服者的傷害 太容易打在同一隻身上造成抑傷的效果 所以通常你要把西班牙征服者當主力的時候 建議是來到20-30隻就差不多了 再上去你的DPS會被分散掉 最好就是轉出遊俠或是槍兵之類的作為前排主力 會更加適合 那現在西班牙人打出這個槍兵配上西班牙征服者打法 沙夫人可以的反制手段 就是槍兵或是劍勇搭配升旅 會可能更好一點 而且甚至也可以考慮轉出戰毛兵去防守也是OK的 畢竟自己有3級的攻兵抬甲 當西班牙征服者的傷害也會稍微好一點點 所以哈特這邊最好是要轉兵 但是哈特擋不住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Ryper拿下比賽的勝利 Ryper直接把哈特的腹筋給控住了 這又是一個控腹筋大戰 所以為什麼我們開場都要特別討論腹筋的位置 只要誰能控住的腹筋 在頂尖高手的比賽裡面 基本上就可以拿捏一切 只要控得好 對方就會自然就投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小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下次見